综合国会山报、新闻周刊等多家美媒报道 一群新纳粹分子当地时间11月18日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举行游行集会活动 其中还有人高喊以色列不是我们的朋友等口号 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埃弗斯当天晚些时候谴责称 此次游行集会活动令人反感 据纽约邮报报道 当地警方说11月18日大约20人穿着红黑相见的衣服戴着面罩 他们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附近街区前往威斯康星州议会大厦 报道说有游行人员手持印有纳粹标志的旗帜还行纳粹礼 纽约邮报报道说一个名为阻止反犹太主义行为组织称 游行人员中有名为血部落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成员 新闻周刊说美国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称 血部落是一个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分布的新纳粹团体 持有强硬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 新闻周刊报道说有目击者称 有游行人员高喊以色列不是我们的朋友会发生流血事件等口号 新闻周刊报道补充说 埃福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称 让我们明确一点新纳粹主义 反犹太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在威斯康星州不应有立足之地 我们不会接受这种言论和仇恨 也不会使其成为正常行为 他还称 这令人反感 我与威斯康星人一起以最严厉的措辞 谴责我们周存在的这种行为 另据国会山报报道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校长詹尼弗·姆努金 在一份声明中称 麦迪逊有这个充满仇恨的团体 这完全令人反感 我对在麦迪逊看到这些标志感到震惊 仇恨和反犹太主义完全违背学校的价值观 我们的首要事项必须是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 姆努金称 报道还提到 一些美国议员也谴责此次游行活动 报道说 美国议员塔米·鲍德温称 当我们看到令人不安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激增时 以明确的措辞 谴责这种仇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国会山报称 这次游行是在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 反犹太主义行为在美国加剧的背景下举行的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于10月7日 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动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随后也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实施打击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 冲突持续背景下 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冲突双方尽快实现停火